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幅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57集 今天跟大家做的这款CrossCut十字切 它的话是传世系列最早的 应该是前两波就已经推出了 那我买了之后呢 我发现它跟这个刹车是同模具嘛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把它打开来玩 那跟刹车同模这个事情的话呢 以我收藏的范围之内的话呢 在2014年以及近10年前的IDW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 这一款CrossCut 它就是跟刹车也是相同的模具的啊 那我们如果只单看这两个人物的 单看这两个产品的话呢 大小差不多 而配色的话呢 也都是属于这种银灰色 加上蓝色的挡风玻璃 那它的武器的话呢 一共有三个 一把斧头两把枪 那我是按照合汇的封面的话呢 来做一个安放 那武器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给取下来啊 让各位呢 能够看它的车型看得清楚一点点 把它扣上去之后的话 武器都是比较比较紧实的 那它轮胎的话呢 有点意思 后轮的锚钉 那是在这一侧 而前轮的锚钉呢 是打从内侧打出去 那不管怎么样 它总是有锚钉了啊 推起来的一个手感还算可以了啊 然后车子的尾部 有刻画但是没有细节的涂装 我想各位也就不意外了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因为已经 已经推出了很久了啦 那我只是单纯的 当时就是觉得说懒吧 就没有把它给 给拿出来做一个分享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简单的把它拆出来呢 就把它 因为这个玩具呢 一直摆着的话 也不是办法嘛 对不对 我们就干脆把它拿出来 摆一摆玩一玩 这个我想问一下 这个前几天的话呢 有一位YouTube的网友呢 给我留言说 这个传世系列 它已经差不多 已经放弃收集了啊 放弃收集了 那我不知道各位 你现在是怎么看啊 那以我自己 现在的状况来说的话呢 我对于传世的产品的话呢 有相当大一部分 我可能也是节目拍完之后 就选择把它出掉了 两个原因呢 主要还是我房间的空间来讲的话 已经是非常的有限了啊 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那么样的一个自由自在的呢 来收藏我的东西 无限制的收藏 特别是我呢 是一个会把盒子给留下来的人 所以说在这个空间的这个紧张程度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它这个武器啊 我大概跟各位讲 武器你是可以自己做一个组装啊 那你喜欢的话呢 就可以也把它给这个武器 你也可以按照合绘吧 它的这个武器好像也是可以扣在后面 如果你愿意的话扣在后面也行 然后拿个双枪吧 可能会感觉比较帅气一些 那这个模具的精准度我觉得还算可以 就是说造型也还挺中规中矩的 也是能过得去的啊 是有一些小空洞 但至少这个大腿的后侧来讲的话呢 是保持呢还是比较扎实的 当然侧边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啊 这个各种空洞 这个也是标准的一个官方deluxe等级的一个表现了啊 那行吧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就把这个模具呢拆出来 那把玩一下 顺便给大家聊聊天了啊 那我的声音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自己依然没有完全的康复 所以我讲话呢 也就稍微就在会的短少一点词汇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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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